草木皆兵出自哪一场战役你知道吗 这个成语呢 出自唐朝防玄陵的经书 釜坚载记 公元383年 基本上统一了北方的前秦皇帝釜坚 率领了90万兵马 南下攻伐东进 秦军前锋芙蓉攻占寿阳以后 釜坚听信了芙蓉的判断 认为进兵不堪一击 只要他的后续大军一到 一定可以大获全胜 前锋捷报频传 使得釜坚更加的骄傲 把大军留在了相城 轻率8000的骑兵到达寿阳前线 并派出使者劝降 面对前秦的强大攻势 东进内部矛盾暂时缓和 一致对敌 宰相谢安 陈卓指挥 令谢时谢玄等 率8万北斧兵 开赴淮水一线抗击 谢安先让人到处散步 进军兵少粮草将近的消息 芙蓉果然上当了 此时呢 进军果断的抓住了战机 派出5000精锐骑兵 夜袭粮成大营 秦将粮成被杀 秦兵争先恐后渡河逃走 大部分被淹死 此一战 秦军被歼灭了1万5000人 包括十元大将 进军士气高涨 乘胜 直逼匪水东岸 与秦军形成隔岸对峙之时 而这个时候呢 福建得知 落箭丁半 进军正向寿阳而来 大惊失色 马上和佛容登上了寿阳城头 亲自观察匪水对岸的进军动静 当时正是龙东时节又是阴天 远远望去 肥水上空 灰蒙的一片 仔细看去 那里 桅杆林立 战船密捕 进军 持刀 直挤 正如胜为其者 接着 福建又向北望去 那里横着八宫山 山上有八座 连绵起伏的风软 地势非常显耀 精兵的大本营 便驻扎在八宫山下 随着一阵 西北风互相而过 山上晃动的草木 就像无数士兵在运动 福建顿时面如土色 惊恐地回过头来 对佛容说 精兵是一只劲敌 怎么能说他是弱兵呢 不久 谢玄要求福建 把军队上 倒向后退 以便进军渡过肥水决战 福建果然中计 结果 前秦军在后退时 自相见他 会不成军 大败而归 这就是历史上 以少胜多 以弱胜强的战役 腓水之战 草木皆兵这个典故 含有极其丰富的 心理学错觉的元素 人在极度惊慌的情况下 会产生很多多疑的心理 是对外界事物 乖曲的直觉 后来人们用草木皆兵 形容人神经过敏 以及疑神疑鬼